哈喽各位玩家们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大陆 MMORPG是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的缩写 是一种主要传输于角色扮演元素的MMO类型 通常具有复杂的等级和物品系统 以及精心设计的世界建构和任务 那么大陆这次就为大家带来了今年10款 值得一试的MMO手机游戏 其中就包括了《荣语魔法的奇幻世界》 可爱萌新的横向卷轴 东方神话的中国风 甚至还有末日和像素复古风格的作品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其有哪些MMO游戏吧 想要进入到一个充满龙与魔法的世界 与其他玩家一起冒险和战斗吗 是的话那就来下载这款名为Lot of Dragon的游戏吧 这是一款拥有多样化内容的MMO游戏 其中就包括了《无线塔挑战》 《副本首领战》 《混沌战场》 还有《工会围城》等等的玩法 而游戏中特有的战斗系统 也允许玩家根据不同敌人的特性 灵活的切换武器来发挥更多的优势 除此之外 游戏也提供了变身系统 玩家能够使用各种变身角色 尝试与角色的技能和武器互相配合 让整个战斗的效率变得最大化 另外游戏也加入了大型的组队副本 可以跟其他玩家组队挑战成群斜队的敌人 如果你喜欢龙羽魔法的主题 那么这款游戏可能会适合你哦 彩虹联盟是款可爱Q萌风格 采用了横向战斗的MMRPG游戏 这款游戏让大陆联想起了一些类似的作品 例如很有人气的风之谷和梦幻龙族传说 而本作的玩法也跟大陆刚刚提到的游戏蛮类似的 都是以无所定的横向卷轴战斗为主 以及还算是蛮自由的大地图 玩家也可以到处探索去发现新的宠物 因为宠物是你的主要战力之一 所以你可以将其驯服 再对其进行培养 另外伙伴系统也是战斗中不可或缺的 因为它也能为你分担战斗的压力 与你一起面对BOSS或敌人等等 此外游戏中还会有一些特别的任务 会也要求玩家使用特定的道具或解谜内容 游戏整体的表现中上 玩起来感觉蛮不错的 推荐给想尝试的玩家 第五季是款大型的MMORPG游戏 游戏的画质精美 而且玩法也蛮丰富的 让你不知不觉就会纯净其中 那玩家的冒险会在一个名为 贝伦斯的大陆上展开 这个大陆除了拥有很多不同的种族 还有像是巨城 各种村庄 矿商等数十种地区 意味着玩家可以在这个大世界自由探索 也能与途中遇到的NPC进行交易 借此来获得稀有的武器和材料等等 然后就能通过各种方式来提升战力 那这款游戏的特色就是没有锁定职业 玩家可以化身为任何种族并使用相应的技能 之后就能去参加3对3的PVP对战 也可以去创建或加入其他佣兵团 与队友一起挑战有难度的命运副本 幻境、试炼或者是强大的世界BOSS 喜欢的话就来到游戏中体验四龙的感觉吧 这款改编自韩国人记小说的月光雕刻师 暗黑行者是一款资源跨平台游玩的MMO游戏 背景设定在原创故事的60年之后 玩家将会在混乱的世界中展开全新的冒险 同时体验到战斗、收集和交易等玩法 那么游戏中会有5种职业可以选择 分别是雕刻师、战士、法师、弓箭手和圣骑士 还有其他如工会副本、工会战、钓鱼、寻找异物等丰富的玩法 游戏中也有一个特别的系统叫做怪物卡 怪物卡其实就是怪物掉落的卡牌 玩家装备上后会提供各种效果 而且还可以进行合成强化 另外游戏有PVP的玩法要素 就是说你能够跟其他国家的玩家一起 通过跨幅来体验丰富又精彩的对战内容 感兴趣的话就来尝试这款游戏吧 当你在一个默认和充满上市怪物的世界 你要怎么做才能成功地活下去呢 如果你喜欢这类题材风格的话 那可以来尝试这款游戏 黎明觉醒、生机 本作是一款开放世界的MMO游戏 在这里你需要去完成各种任务和挑战 利用所获得的物质来提升角色战力 而要在末世中成功活下去的其中一点 就是去不断地寻找属性更好的装备 接着就能通过强化和升级等方式来提升属性 揭取主线、支线和热肠等等的任务 来获得足够的经验和金币等重要的资源 不喜欢单打独多的话 就尝试去参加多人副本吧 游戏也提供了难度不一 种类丰富的副本 你也能体验到社交、建造、家园 跟有趣的身份系统等玩法内容 喜欢末日题材的玩家就不能错过啦 英雄与玩具 原玩巨城 虽款使用了像是风格 结合了放置养成玩法的MMO游戏 大陆自己是蛮喜欢像是风格的游戏的 在玩多了市面上那些高画质的游戏后 回来玩经典画风的MMO感觉蛮不错的 那么游戏背景设定在人类与玩具共存的世界 但某天腐蚀的玩具开始攻击人类 所以人类就开始研究魔法来对抗这些邪恶力量 玩家要做的就是不断地提升角色 因为加入了放置玩法 所以角色会自动战斗 过程中也会不断地收获金币 这些金币可以为角色带来属性上的提升 也能通过抽卡来获得装备和武器 当你变强了之后 就能触发到新地图继续探索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和其他玩家一起游玩 进行PVP或是一起挑战地牢等等 算是一款玩法简单轻松的MMO游戏 Hardwolf Online是另外一款强了相熟风格的MMO 游戏除了在安卓和苹果的平台上推出 你也能在Steam 也就是电脑平台上体验得到哦 玩家可以在一个广阔的世界中自由选择自己要发展的冒险道路 本作的玩法和一般的MMO游戏差不多 都是有一条主要的任务线可以进行 还有各种如制作 交易 PV对战 PVE战斗和工会等有趣的内容 只是游戏的难度比一般同类游戏要来得高 前期新手打怪很容易就会挂掉 但在获得新的武器装备后就会慢慢好转了 另外一个大陆喜欢的特点 就是玩家需要自己浓素材制作武器装备 体验到用自己的时间和努力慢慢变强的感觉 不仅如此 游戏还有大量的解密元素 跟其他很多特殊任务可以挑战 是一款值得期待的MMO游戏哦 永恒岛是款改编至经典网游彩虹岛 采用了原版2D横向全轴画面的MMO作品 游戏继承的元素大多的经典元素 让你在手机上也能重温当年的情怀 当然经典的职业也被继承了下来 提供了战士、探险家、骑士和武士等职业 这些职业都有着多种不同的武器可以搭配 每把武器都各有各的专属技能组合 提供了高机油度的装备搭配玩法 到了后期也能帮角色进行转职 在获得新技能的同时也能提高战斗力哦 除此之外 本作业有着宠物系统 收集不同的宠物 并让他们成为你最好的伙伴吧 不仅如此 游戏还有多人副本 休闲钓鱼和时装变脸等多种玩法 想找回当年情怀的话 就下载试玩看看吧 近期的战神是一款中国风的MMO游戏 以东方神话来作为游戏的故事背景 特色就是可以自由交易各种物品 与其他玩家一起组队挑战不同的副本和Boss 还有百层争夺等大型的PVP对战玩法 游戏一开始 玩家可以从几个职业中选一个 这些职业都有各自的特色 还有精心设计的招式技能让你自由搭配 战斗部分就有点动作RPG的感觉 但因为延迟问题影响了战斗的手感 另外虽然游戏里的人物都是面目表情 但至少开发团队交入了全语音 让玩家在观看剧情时不会显得那么无聊 而游戏还有丰富的PVE和PVP等玩法 喜欢动画幻想风格的玩家就来试玩看看吧 希望M 恋恋不忘是款改良之希望M 以全新的版本跟玩家界面的MMO游戏 游戏的背景设定在封印之导 玩家这次可以在这个幻想世界中冒险 体验到战斗 制作 交易和结婚等玩法 另外本作也针对原作进行了一些优化 例如修复了之前会遇到的断线和错误问题 并增加了许多全新的系统和内容 其中就刚刚提到的制作系统 让玩家可以尝试打造神话装备 可以买卖任何物品的交易所 挑战自己实力的塔之闲者等等 而且据说这款游戏也是世界上第一款 将消费金额100%返还给玩家的游戏 如果你喜欢经典MMO的玩法 那就来试试看 希望M 恋恋不忘吧 那这期的MMOBG游戏推荐到这里就结束啦 也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 最后让你喜欢大陆的影片 可以给大陆一个赞和分享 订阅大陆的频道和开启旁边小铃铛 那么就下期再见啦 祝各位游戏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不畅 我就要用高水晄 你看反 good 是不是